天女散花 很久很久以前,人间是没有花的,花儿们只开在天宫里,每隔一千年才开一次。 每当花儿开放的时候,神仙们都来观赏赞不绝口。 一位地仙对花神说, 凡间的人们看不到这样的美景,真是太可惜了。 善良的花神心想, 是啊,要是大家都能看到美丽的花儿,那该多好啊。 可是,就算我把花种到人间,凡人的寿命那么短暂,怎么能等到花开呢? 花神想呀想,终于在古书上找到了一个办法。 他从西边很远很远的净土山上取来净土,种下百花的种子。 种子一下子就发芽了。 他又从东边的珍水潭里取来珍水,浇灌花苗。 花苗长得又快又好。 花神载到南方的珍水湖里取回珍水,花苗很快接出了花苞。 最后,花神从北方的美水湖里取回美水,撒在花苞上,百花全都开放了,美极了。 花神非常高兴。 嘿嘿,现在我要把花送给人间了。 他叫来一百名仙女,对他们说,以后你们就是百花仙子了。 你们每人采一种自己喜欢的花。 采牡丹的就是牡丹仙子,采荷花的就是荷花仙子。 我们一起把百花撒向人间吧。 五彩缤纷的花儿从天空中飘落到人间,人们都被这美景惊呆了。 天女散花啊,天女散花啊。 从此,人间就有了美丽的百花。 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。